臉太差了太慢了 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先把这个模型选起来 直接呢做一个动作就是这边有一个Export Selection 因为他选到了嘛对不对 这个模型选到了所以用Export Selection 这边呢现在选OBJ Export 那我这边呢给他一个这个名字啊 给他头 然后这边加一个Original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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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呢Export Selection 他输出完以后这边有一个OBJ 你可以看到他的位置在哪里啊 那我这边呢再回到ZB 在ZB里面呢 我重开一次ZB好了 因为ZB这边的版本还蛮多的哦 ZB在桌面上的样子 这边ZBrush 很多版本 我们选2020.1.1好了 这个应该是最新的版本 那进去以后第一件事呢 左上角会开Lightbox 先把它关掉 关掉以后呢 这边做Import Import的档案呢是 我刚刚的PortableApps HunterSyn 的这个HatOriginal 然后呢这边先拖拉 拖拉出来 然后再按编辑 快速键是T 那你这边可以看到这个布线是在 这个地方 Shift加F 可以看得到布线 那我现在呢开始调整了 就是我现在没有看它的参考图 但是我就是凭感觉直接做调整 第一个呢 笔刷的选取在这边可以选 如果你没有学过ZBrush的话 但是呢 它其实都有快速键哦 比如说我现在要用移动笔刷 BM 移动的英文是move 所以BM 然后再来呢你会看到 其实我因为我都背起来了 BMV 你会看到这边它的快速键是V 有看到吗 所以M开头就是打M 所以BMV就选到这个移动笔刷 因为B是叫出笔刷视窗 M是选M开头的笔刷 然后呢M开头的那个移动笔刷是V 所以BMV 那你其实如果不想记也没关系 你就来选就好了 选完以后呢 这边现在要先做一件事对称哦 对称的话呢 是Transform里面的Activate Symmetry 快速键是X 它这边就有一个这个对称 Activate Symmetry 快速键是X 然后笔刷大小呢 在这边可以调 这边有Draw Size 其实你按S就可以直接调了 然后再来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调一些 我觉得现在一看我就知道该改的东西 好 这边呢 我要讲啊 它这个各个视角 你是Shift按着不放 油标不要碰到模型 Shift按着不放 这样切 这样转 这是转啊 你们这边没学过这些Brush的 可以举一下手 都学过 那我就直接做就好了 那我刚才废话半天 那你这边就 S Draw Size 这边就直接拉 好在这边 好那这边呢 我现在可能用那个 平滑笔刷 续番子不放 Zintensity 先调降 因为这个平滑数字 哎呦你看 平滑太多了 续番子不放 这一次 我只需要稍微让它不见平均一点 太多了 好先这样子 然后呢 这边我现在要细分 你们都学过我按快速键了 Ctrl D 这个细分嘛 那细分一集以后呢 这边先B ST BST的话是标准笔刷 我这边在标准笔刷这个地方 我先稍微 拉一下 OK 然后这个地方 它的强度 U按一下 Intensity降到只有8 这边稍微让它再突出来一点 然后再来呢 再Ctrl D再细分一接 我到时候丢回去 我还是会丢那个 就是粗膜 这边呢 BDS 是Dense Standard 然后S按一下 Draw Size 这边先把这个细分这样子一下 然后再来呢 Alt按这不放 去 再来是B C BCL好了 BCL OK Clay 那这边可能太多了一点 这边再把Intensity降落 我没有要刁很细喔 我现在只是就是先这样刁一刁 其实这丢回去 其实形状会好很多 那如果真的乖乖在MAR里面 再慢慢弄 真的会刁到疯掉 BST 这边呢 我现在先挖个B孔 Alt鍵按着不放 那明显的Intensity不够强 那明显的Intensity不够强 所以这边Intensity调强一点 OK 那这边呢 再这样拉出来一些 这边再挖一下这个人中 好 然后这边的话呢 稍微补齐 这边先这样拖拉一点 平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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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也都平滑一下 平滑的强度 这个可以 目前还可以 然后再来呢 是 这块好像太凸了 DTD 这边再 BST BST BMV 这边再平滑一次 这个地方看起来很诡异哦,所以B,T,D Shift按着不放,平滑 那我这边呢,现在在Ctrl D,再七分一阶 这边呢,我现在,B,D,S 再来是,呃,这个是Alt按着不放好了,我这边要做A 再来,B,C,L 太大了,然后强度再弱一点 冰花,冰花,B,T,D 一下,D,加个遮照好了,然后再,CtrlT CtrlT 去遮照 诶,如果你有不会的,再跟我讲 因为我想你们学过了,我就快速剪了 DMV S 稍微拉出来一点好了 太多了 诶,可以,好 诶,怎么变胖了 诶,我越换越胖了,搞屁啊 诶 诶,D,S,T,Auter 诶,诶,U,S S,Auter 然后再来个B,C,L,OK 谢谢,好像不错,不错错错错错,BST好了 诶,没想到滑鼠我可以掉成这样子 诶,奇怪 嗯,好,BMV 再稍微处理一下,我们怎么就要丢回去了 再大点好了,Draw Size 好,这边我看一下哦 按这个再Root 所以再 Cntl Z Cntl Z 我知道了,因为输入法关系 我看 有跑到变中文 好,然后再来你看它的头 火星人 等一下 先把它调一下好了 oh much better 這邊應該稍微再減一點 這邊再f按一下好了 好像還可以 那就先這樣吧 所以我現在做到這裡以後呢 我要輸出回去 我這邊好像不太對 這有點彈頭了 ok 這邊呢現在在geometry裡面呢 一樣把這個division改成1 對我這邊再丟回去 export original 這應該是modify modify ok 存檔 存檔完以後呢現在回到 Maya 到底有沒有在錄影 喔有還好 趕快把回去 那這邊我現在把原來的頭刪掉 也不用閃老爸拉到旁邊好了 再來呢就import檔案 就是剛剛那個head modify obj import 然後這邊ctl 我剛剛應該有看到ctl e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就是 兩個那個geometry 模型其實就差蠻多的 有沒有這個修正過好很多 原來那個沒有修正過的 其實在Maya裡面修正 花的時間會太多 ok 先抓到這裡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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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